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哈囉大家好我是Lomo 有沒有很常看到我呢? 沒錯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 SOD都是真的嗎? 有時候啊大家都會幻想說 蛤當空姐那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劇情呢? 其實有很多粉絲問我說那都是真的嗎?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講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啦就是真的 你在飛機上有沒有碰過什麼奇怪的事情? 有遇過一個 兩頭白髮的機長 他應該可以當我阿公了 就是我們在briefing 晚要去飛之前就會握手說 Hello my name is 誰誰誰 我們會這樣介紹這樣 我就說Hello my name is Momo 然後他就是這樣 你說一直call你的手嗎? 對他就call我的手的心 超可怕的欸 然後當時因為我很菜 然後我就是有點沒有反應過來就這樣 然後他還直接走到最後一個廚房 就翻我的名牌 直接翻你的名牌這樣也太 太那個了吧天哪 好今天我們要來打分數 我們要來打什麼分數呢? 你們知道 飛機上有非常多的性暗示用語 終於來了吧 登登 那這些性暗示用語 我們會給他打幾分 我想我們兩個經驗應該不一樣吧 嗯 我覺得你應該碰到比較多 沒有阿 我真的沒有沒有人call過我的手好不好 好 在我們空姐群裡面 真的有幾個字或幾句話講出來 真的是不得了 就是一講出來就 驚嘆號的那一種 就你自己要知道啦 好那他們是什麼呢? 例如說第一個就是飛到外站的時候 就有人還跟你說 欸明天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單獨 你會給幾分? 性暗示的分數 單獨這兩個字就可以衝到45% 因為我們空服員飛出去 其實是會大家一起出去 單獨的話你給45是不是? 除非你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它是姊妹 我覺得合理 我覺得45OK 或者是第二個 啊我的冰箱壞掉了欸 我有買的東西我可以拿去房間冰嗎? 這個喔 50吧 50 50 一半一半我覺得 50蠻高的欸 我覺得這個只有高達60 就不管是男生欸 女生通常有可能是男生說 有可能是女生說啊 女生也會 女生超會好不好 女生去男生應該招架不住 來來來 整台都給你 整台 整台 我跟你講通常真的不想要惹事的人呢 他們會直接問樓下的櫃台 所以你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你的那個BBB雷達應該是有60分高 第三個就是 啊我的充電器忘了帶了 可以跟你借嗎?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30而已 我覺得這個 20 我本來是給差不多也是到50%的 因為真的超級多人會用這一招 不過 因為我自己有一天也忘了帶 他可能真的是不是很需要充電 是人需要充電還是手機要充電 啊哈哈哈 然後再來呢 譬如說會常常出現的 欸我剛買了東西 可以去你房間吃嗎? 然後跟你一起聊天 70 70 70 這超高欸 70 你沒事了 我還要吃東西幹嘛 我覺得我覺得我給到60 但是我身邊是有聽過很多 幾乎就是 因為你今天可能跟大家出去玩啊 然後你很開心 你就真的覺得你們是朋友啊 跟你們是第一次非第一次認識欸 對啊這很怪欸 而且是異性 我覺得如果是女生 通常都是女生說出這句話 就是在丟性暗示給男生 然後看男生會出手 但是男生如果 女生都這樣 男生來 來 好再來這是我親身經驗 有一次我飛了溫哥華 然後我就在飯店裡 放店 然後我就在飯店裡面 然後突然我就聽到 有人在敲門 我想說 敲我的門欸 敲我的門 是你開心的意思嗎 沒有就我飛這麼久 都沒有被人家敲過門啊 就是我終於被敲門了這樣嗎 到底多想被敲 然後於是呢 我就趕快就是 整理一下自我 然後去外面開門 對對對 然後去外面開門 去把門打開 結果發現 我門外是沒人的 敲隔壁的門 喔敲隔壁 其實我想說什麼話沒人 我以為你要講鬼故事了 沒有 因為就是有時候 房間隔壁不是太好 然後他敲隔壁的人 我就想說 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偷看一下 喔是一個女生 剛洗完澡 然後我旁邊是住一個男空服 然後他剛洗完澡頭髮很濕 然後穿的那種就是 T恤 大大的T恤 就是女友版的那種 頭髮很濕 就低的都是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呃 那個 誰誰誰 因為我就是吹風機壞掉了 我可以在妳這邊 穿頭髮嗎 那我是妳 我就會開門說 來來來我這裡有啊 你這樣 賤勒 這樣就是打壞人家的好事 對 妳覺得這個有多高機率 妳現在就是男生來問我 還是女生去問我 就是妳覺得這個scenario 如果是女生來問的話 我覺得 就我碰到的事情 90 妳覺得90嗎 90了 妳好不相信人性喔 拜託一個班機上面 那種多女生的空服 妳為何一定要去一個男生那邊借 對不對 我隔壁就是我了齁 我就把門默默的戴上 捏手捏腳 好到廁所旁邊去聽 就要拿個杯子這樣 結果妳知道嗎 我就會一直非常注意說 那個女生進去到底多久 對 她整晚沒出來好不好 OK 她在出來的時候 已經是差不多 早上五六點的那種了 我還蠻想知道 到底哪個牌子吹風機 要吹那麼久 真的 我建議妳們就是不要買那個牌子 啊 還有一個 就是 我怕鬼 可是我也超怕鬼的欸 我也是很怕 這間飯店很毛的也害怕 可以跟你一起睡嗎 可以跟你一起睡的也太多了吧 你才是鬼吧你 欸 我覺得我之後可以錄一集 就是 空腹鬼故事也超多 你聽過超多吧 可以 可是我很害怕 我也很害怕 好啦 怕鬼喔 蛤啊 好難給喔 我覺得怕鬼可以給到50分 因為還是有其他女生啊 有時候我知道說 她們是不好意思去打擾其他人 因為誰會想要去打擾就是 阿姐嗎 阿姐 妳跟我說我還好 因為我人就是這麼的nice 但如果跟你這種說 欸我很怕鬼我要跟你一起睡 我要看哪個場站 我可能會說我更怕 不然我就說 你才那個鬼吧 哈哈哈哈 好壞喔 最後一個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超無敵的 而且這個我身邊很多人碰到 天天幾乎都碰到 這兩個字就是做 按摩 我就問你了 我就問你了 請問一下 誰會莫名其妙就是 我知道你們飛到國外去 然後你們又是一起出去玩 然後藍天白雲好天氣很開心 然後之後就說 喔今天好累喔 然後旁邊的人就說 阿那我幫你按摩吧 或女生就說 阿我幫你按摩 百分百 我其實是百分百 百分百 百分百 我覺得百分百 沒事那種沒有飛過的 也不可能 這種推一下玩笑 可能還要這種按摩 按到最後然後就會 啊 哈哈 真的 我跟妳講我們班上就有一個 妳有聽過這個故事嗎 我們班上有一個女生 她現在也離職了 人家說要幫她按摩 然後她還不敢反抗 怎麼都沒有人要幫我按摩啊 真是的 也沒有人要幫我按摩啊 怎麼沒有人要敲我們的門啊 我每次出國都只能請 譬如說去那個店裡面請 那種越南的店或泰國的店 誒 基本上超高頻率會碰到 什麼時候會碰到 就是最近老東家好像又要招 招新人了 所以呢 如果新進去的妹妹們 碰到男生跟你說要按摩 啊那我可以幫你按摩啊 我很會按摩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 嗶嗶嗶嗶嗶 SOD出現了 哈哈 沒錯 按摩這個字真的是 不得了 我跟你們說 新進去的菜鳥們 就是對這個工作充滿熱情 然後對就是 飛機上的組員每一個都也是充滿熱情 然後就覺得說 啊太好了 我今天跟你一起出去玩好開心 我們可以做朋友 我們認識了新朋友 然後這時候呢 非常多就是 無恥空哨就會借機 Crew meal 對Crew meal又來了 就他們覺得 他們什麼都不懂 很容易下手 因為我第一趟飛機的時候 我就有留意過 要不要跟我出去玩 出去玩 對就是我飛韓國 然後那個人就跟我說 欸那明天我帶你出去玩吧 你應該沒來過吧 你有沒有要跟我出去玩 然後我就說 好我那時候真的沒有想太多 然後出去玩了 就我的人生就開始走下坡了 哈哈哈哈 對啊然後我就那時候 就是覺得很開心 它又長得不錯 然後又小鹿亂撞 然後不知道撞一撞之後 我就死了 就小鹿 我的鹿就死了 死到現在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呢這些字句呢 就是大家講八卦的時候 最常聽到 以及最常用的招式 這些就是 飛機上的SOD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然後呢 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Follow我的Facebook跟IG 還有貓貓的Facebook IG 謝謝你們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知道上次還有一個 欸我講真的 你不要剪出去 就是 還有人說 你要不要來飯店玩 真心話大冒險 真心話大冒險 怪異生菌 無醜大腸菌嗎 白痴喔 哈哈哈哈哈